好,看完衣服,看完五了,聯了草莓,先拿了最佳馬夫表現獎,聯了草莓 現在頒發最佳馬夫表現獎,有請攀唱嘉賓,澳門唱會賽事名譽董事陳浩文先生,恭喜獲獎的是5號馬夫 好,都搞定了,第四場賽事公開賽,冬季錦標,1800米,馬不入齊集 揭起步的時候,見到都頗齊齊的,中間一路慢慢搶出來反而見到一隻來來來,或者一號脫腳 所以新品威,零零丁丁丁都不見了,福家王來來來來是帶頭的,後面跟著的,然後才見到那些如意福星 還有那些大阿哥,然後左村又插,新品威,又插上來,反而見到那些如意福星都不在前頭來搶 幾次的,又jak妹媽車,ioun,有什麼樣子阿哥 又是那些和江妹媽 documentation,還有還要帶頭來的,然後就互動 這件文長者上去後面,還有暫時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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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哪些大衛掌門,那些好景都還挺著號 在吧現在他出去了外攤,現在你在對面直路,最後八ста米的時候 在前面帶頭的,還是福家王倆,所以第二位是來來來,那些談 Pare住就如意福星 然後才見到聖利王,新品威在外黨那裏 然後中間穿上來,見到金威媽不來了 中間,攝攝著位置 然後外黨衝上來,還有聯一永勝 轉彎在裏面還有聯一草莓 包美,變成了大衛掌門和新品威 在直路的時候,在前面,福家王還是佔星 外黨衝上來,看到中間有隻大阿哥 後面是金威媽寶 中間上來還有一隻大衛掌門 過終點的時候,第一名的就是大阿哥 第二名的就是金威媽寶 然後大衛掌門第三 大衛掌門也算厲害,想偷雞 大阿哥最後讀贏有8倍 七答十的連贏位,75倍 大阿哥真是越跑越進步,真是奇怪 那些馬 他最後試的貨集真是好走勢 小武士 我都說了,當年你和福家王一起跑 打輸給福家王 但現在這馬竟然跑到今時今日還有進步 但是為什麼新品威起步這麼慢呢? 找來找找不到 原來真的 有沒有看回起步啊? 我也想看看什麼事 在我找,前面見不到新品威 他是脫節那隻 都說有一塊石塞著龍脈絡 有些騎士不懂跑馬的時候 完全是不懂跑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都沒理由出不到集 沒理由這麼離譜啊 那你不是已經是一個 不只是這一個 有很多個 看看出閘吧 看看什麼事有沒有事 有很多個騎士 是輪流來的 看看有沒有事 出閘是不是 還是馬起琴啊 什麼呢 爭味啊 不過好景都失望 好景其實是帶著金威媽寶進來的 他其實有點耐閃 但是 你現在的榜和金威媽寶 基本上是一樣的 他推了那隻新品威出去的 真的很厲害 沒有了這隻新品威 我以為是便宜了一隻福家王 大陸回來就沒有了 回來又沒有了 沒有了 各位看下 新品威 十當 嘩 哇 真的沒辦法 閘就打開了 撞了一閘 小木市在前面 這隻 都是七號 兩隻七號 哇 一隻七六八 一隻八六三 這個媽媽真是 十二三 好了 童主喜媽 贏了這個 冬季錦錶了 剛才第三場小武士這場呢 就是大哥 荷蘭道夫馬房 起碼呢 兼捧了這個錦錶 啊 表現很好 恭喜 卡爾德 一手包辦的了 卡爾德 一路都操住這個馬 塞前一路趕著 不過只不過這場太多強手 所以他都被人看低了 都被人忽略了 始終的級數就 就 同著這站馬比 好像是低一點低一點 但今天真的贏了形勢 贏了形勢 好 荷蘭道夫馬房 蓬佩喜媽 開心呀 蓬佩喜媽 開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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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級公開賽 冬季錦標 攀獎儀式現在開始 首先恭喜勝出的馬分是7號 大阿哥 恭喜 這個時候有請我們的攀獎嘉賓 有請澳門賽博會執行律師兼行政總裁 李廚坤先生 我們幫你給勝出的馬主 林京培思紗 恭喜 恭喜 繼續有請給沙堂部位 我們幫你給勝出的廉馬師 荷蘭道夫 Gill Aldolf 恭喜 恭喜 繼續有請澳門賽博會董事 呂少文先生 我們幫你給勝出的皮仙 卡吉德 恭喜 恭喜 謝謝各位嘉賓 這個時候 我們主題台就會拉起彩帶 一起拍攝合照 留念 在這裡 我們再次恭喜勝出的馬分是7號 大阿哥 獲得我們今天 已經公開賽冬季錦標 恭喜各位 各位 這個時候當然會發光不停止 請給我們來的嘉賓 這時候當然會發光不停止 請給我們來的嘉賓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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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une smiles to third followed then by sheng lee win wonder mossman he's done a power of work after that ordinary getaway and he goes forward toward the lead followed then by king creole who gets a nice trail back in sixth against the rail followed by luna at blackberry golden double best season starts to skirt the field he's on the back of one de mossman as they go to the 800 meter corner followed by luna forever and dropping out near the tail of the field was the gray master kabidi swinging down the side lucky wealth he's had it pretty easy up front three parts in advance master of puppets fortune smile still holding down third followed then by sheng lee win off the track king creole had a nice trail just needs an out from there followed then by wonder mossman he's under the pump wonder mossman and going nowhere in the straight lucky and wealthy gave a kick running to the 200 meters it's lucky and wealthy away by two from master of puppets fortune smiles that's the danger could be the stable mate king creole if any lucky and wealthy in front here's king creole and golden double right down the outside king creole burst to the front wide out on the track golden double but king creole king creole will beat golden double and master kabidi third